由于金属机壳需求强劲 可成去年的这个进账是稳固的 去年EPS上看18块钱 反而表示由于今年第一季工作天数较短 可成的业绩会稍微下滑 不过社会与宏达电 还有Sony的新款手机订单溢注 营运状况会逐渐走高 也乐观评估可成今年EPS会向上挑战20块钱